刚刚这个按钮都是 SUB 插入函数一定是 FUNCTION OK有讲过 那只是说你要会不会做出来 最好是你能够很知学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用背的 说真的背这也没意思 就是你要了解那个逻辑 然后以后把那个逻辑变成你要的程式 里面像 SUB 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用来用去 我们其实都脱离不了 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最重要不外乎就是什么 FOR回圈 FORNAS 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 另外的话把后面东西丢到前面去 这里面就是用到一个 SALES 的物件跟那个 RANGE 物件 反正用来用去大概就这些 以后的话不管 做再复杂的东西 一定也会有 这些基本的架构 为什么回圈就是重复做 SALES 就是储存格 那储存格如果会 改变的话 那其实就配合一个 I 那你会想说老师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用 RANGE 就好了 因为特别是 RANGE 里面的话通常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文字 双引号 双引号的话基本上 跟回圈 里面只能放数字 所以你要把这个数字放到 RANGE 里面 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当然也可以放 不过比较不建议 所以一般我如果 回圈 会跟 SALES搭配 比较不会跟 RANGE 搭配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一直搞不清楚 老师为什么一下你用 RANGE 主要的差异在这里 这个可能就是 稍微要能够理解的 如果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理解 没关系 今天还是要花点时间回去再想想看 最好是 找个时间吧 从头到尾如果你都可以把它打出来程式的话 不是用复制贴上 那表示你真的懂了 OK 这个可能还是要下一点功夫 这种东西 你不花时间不下功夫 要学会 我看可能有点困难 都是理解的 里面的话真的 不需要背 几乎 不太需要背什么东西 最重要是理解 接下来的话如果说我们不要用 SUB 而是用 FUNCTION 跟 SUB 最大不一样是 SUB 是 自己去 那个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 储存格里面 去抓资料 但是 方选不一样方选是 你 使用者会丢东西给你 你把它做完之后 他会把结果丢到你现在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方选 它是一个互动式的 而执行的话也不是在这边执行 是要在插入函数里面执行 所以差别在这里 那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1个 我先把那个 这个把它删掉 我们先从第1个方选来看 好 那这个方选的话呢 我们把 这个 第1个 那我的外一个插入函数有一个 自定函数叫月考函数的话 那我第1步呢 我们一样插入 程序 程序的名称 直接打上月考函数 那另外一个动作记得用Function OK 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产生一个头 一个尾 尾的话一定是end function 那至于里面要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喔 第1个 你要跟使用者要 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月考1 月考2 月考3 那所以呢 请特别注意如果你要跟他要东西的话 请你把 月考123加到哪里呢 加到刮壶这里 OK所以月考123 也就是说他会跳出一个画面 上面有三个格子 要让使用者填三个资料 那这个名称 他会帮你怎么样 显示在 那一个 文字 栏位的前面 月考123 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帮你把使用者选的 资料帮你存在这里面 月考1 月考2 月考3 那存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我怎么处理呢 特别注意喔 最后的话 他会需要丢给自己 所以记得喔 再来 把自己 月考函数 放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月考 1 他所以他把这个68分 放到这里面来 但是你要乘上什么 乘上的比重 比重的位置在 Range 就是位置 固定的位置 我用Range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在这边打一个Range 我从 那个直接去那边抓 那个位置里面的资料 那个比重第1个月考1 是在 D11里面 所以我就是Range D11 他跟什么层呢 跟月考1相乘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什么 月考1这个资料 把它放到这边来 他帮我相乘 OK 就是这个层级 跟使用者给我的月考1相乘 加上什么呢 后面都一样 加上 Range D 什么应该是 再来就 E11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 再去E11里面 帮我抓过来 30 再跟什么层呢 跟月考2层 对 对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如果没打的话 出错 好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是 再加上什么呢 一样 这个逻辑应该可以看得懂 可以把它 F11 再乘上什么呢 乘上月考3 那最后他会先 把 这个东西计算完之后 直接帮你丢回给月考函数 那因为月考函数的位置在 这个储存格 所以他又会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呢 帮你丢回到 这个 你所在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我们做完 来试一下 所以应该这个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逻辑应该蛮简单的 游标放这里 插入一个 制定函使用者定义 里面的月考函数 他会跳出123 那 关乎里面东西嘛 我就给一个 给两个 给三个 这个时候他会帮我把它算完之后 丢给那个月考函数 就是这个结果 那月考函数呢又会把结果丢到你现在 出辰格所在的位置 OK 所以按个确定 好 那就把它向下填满 基本上其他就OK了 但是呢 其实之前我上课的时候其实就讲 到这里而已 那就有同学问说老师可是每一次啊月考一二三 那三要选三次很麻烦 以后如果说你可能一串的 可能有 平常考 现在平常考都很多 十次二十三次 那你不是怎么每一次要点点网 那不是 平常考一二三四一直点 那怎么办呢 最好是什么 刷一下 给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要给一个范围的话 好像在 第二次上课 就有讲到手机函数 手机函数有个手机函数范围 概念都一样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 它刷一下 可是刷一下它是一个范围里面有三个东西 你必须把它切割来 那切割的话呢 它的列 它的蓝 你要知道 第1列的第2 一定是先列在蓝 第2 蓝 第3蓝 那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稍微改写一下 如果你要变成一个范围的话 特别这1 请你把 这个方权直接复制 贴到下面来 这已经是 然后干脆把这先删掉 然后刚刚这个 这个呢 1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不过特别注意 名称一定是不能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改成 这个叫月考函数范围 OK 所以只要名称不一样就好了 2的话呢 后面不要三个 直接跟他讲说你直接给我那个月考的范围就好了 所以他会丢 三个资料给你 一次选三个 但问题是 一次选三个给我 那我如果 直接来使用 没办法 因为那里面有三 所以要把它切开 怎么切 我前面有讲过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我就 先产生一个A的变数 这个变数是做什么 直接去接这个月考 范围 我就直接 把他给我的这个里面三个资料先丢给A 那我要怎么去切割呢 我刚刚讲过切割的部分的话就是 第1个的话A刮符什么 第1列 的第1栏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其实指的就是第1次月考 OK 那月考2的话呢基本上 就是 一样的道理 就是 1-1嘛 再来就1-2 所以第2次的话就是1-2 第3次的话呢就1-3 OK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那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你就1234567 一直往下排就对了 好做完了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的名称已经改了 下面的名称记得要改 如果你没改 如果你没改的话 那之前的同学好像忘了改下面会怎么样 我让他清楚一下 超乱函数 月考函数范围 虽然呢 这边 给他三个 但是你会发现 他给了 但是这边是空的 按确定的话也是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这边叫月考函数范围 但是他现在叫月考 月考 他名称忘了改 所以你会发现按确定好像漏接吧 他会出现 错误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 你要把这边也顺便改一下 改成一样 两边要一样 所以把他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样子 你看 他跑一下 OK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已经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月考函数 选三个 月考范围 选一个范围 那我就把这个范围丢给A 然后呢 第1个就A 1-1 1-2 1-3 取代月考1-2-3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OK 这样就完成 自立函数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我们的第2周吧 也有讲到 所以如果你对自立函数不熟的话 也许可以参照一下 第2周的上课内容 因为有些 如果已经讲过了 我希望 你们就尽量能够熟练 那以后呢 不管你要写 Sub 或者写Function 都能够很快的就把它写出来 好